班克西巴黎街头快闪涂鸦向1968年5月风暴致敬 英国知名街头艺术家班克西证实 他在巴黎快闪现身 留下十多幅涂鸦作品 向1968年法国由社会运动引发的五月风暴致敬 有些画作将矛头指向法国政府对移民的强硬立场 上周在巴黎各地墙壁上开始出现以模板印刷 具有神秘涂鸦名人班克西、Banksy风格的作品全部未署名 班克西25日晚在社群网站INSDagram上传个人最新的二幅巴黎画作 都是他的粉丝至今未发现的 班克西在INSDagram写说 据1968年巴黎风暴已50年 这里是现代模板图案艺术的发源地 法新社报道 班克西拿遭丑化和被践踏的老鼠作为他的化身 向巴黎街头艺术家老鼠布莱克 Buggered致敬 老鼠布莱克1968年开始街头作画 当时学生和劳工发动联合大皮工 导致全法国日常运作停堵 这场社会运动引发大量街头艺术和巧妙涂鸦标语的涌现 其中有些后来成未传其作品 班克西上周末在五月风暴中心地点之一 巴黎第四大学附近 喷洒另一幅老鼠画作 《带住米妮老鼠的蝴蝶街》 图说写1968年5月 被解读未朝逢法国革命精神衰落 他其他的画作有得质疑法国政府的严厉反移民政策 近三年来在巴黎铲除近40个临时营地 有一墙壁画作是一个黑人小女孩 在她的睡袋和玩具熊旁的墙上 在纳粹符号万上方 以粉红色喷漆绘出壁纸图案 这幅涂鸦位在巴黎北边官方南民币护所旁墙上 外公民币护所旁墙上